談到ECFA我們看到了 其實之前的傳輸 是因為達賴訪台的關係 兩岸關係陷入膠著 但現在在成都舉行 兩岸關係研討會 終於恢復了高層的交流 大陸國台辦主任王毅 他首度表示 將在年內啟動ECFA談判 而這也是北京首度表達 ECFA的協商 需要加快使程 由國台辦海研中心 和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 共同舉辦的 兩岸關係研討會 25號在四川成都舉行 北京首度表達 ECFA的協商 將加快時程 此外針對台灣內部 對ECFA的疑慮 王毅也表示 會顧慮到台灣的需求 在九月達賴訪台後 兩岸關係一度陷入膠著 這次研討會等於 重啟兩岸高層交流大門 也是正式談判前 一次重要的對話 台灣方面在這個 這個幕僚工作程式 準備工作程式 其實是早就完成了 兩岸都說已經準備好談判 但ECFA內容錯綜複雜 有工有手的外貿談判 還需要一段過程 我想第十次江城會談 可能針對這個部分會交換一件 大概是在這個層次 兩岸ECFA的談判 對台灣來說 有時間上的急迫感 但是雙邊的貿易談判 還有一個討價還價的過程 能不能敢在年底 江城會之前達成一個 框架性的協議 還有待觀察 以上是中天新聞 林縣沈正彦 我們在成都的採訪報導